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您在8月5号礼拜四晚间7点准时收听我们的各项节目 首先给您报告今天在刚开始我们要谈的这个主题 就是从各种这个贷款的环境 很多投资人或者是很多homeowner在最近都有说 哇 这个program这么多 那到底哪一个最适合我 我应该怎么办 我要买屋应该怎么办 好 那我们就请来了这方面的专家 GMCC万通贷款的James Ginn来到节目当中 James你好 啊 主持人好啊 观众大家好 非常荣幸有机会跟大家update一下 最新这个房子也很很旺嘛 其实我刚刚从南家过来 我们南家有偶弯 而且我们很快开Sendiyago branch了 所以整个市场的话我都跟Berry一样 到处房子都长得相当厉害 然后就说本来我们的南家贷款工作 说James你们弯区就是大偶贷款厉害 这南家没有 它现在大家都改变观念了 我看那个Sendiyago的房子 一般有一两百万很容易就上去了 然后我妈的房子本来讲说一点几的 现在都跑到两百万的 所以整个市场还是蛮好 诶 这样子南家房价一涨 变成全加州都需要Jumbo的program了 那很多人都觉得说 哎呦到银行去接Jumbo 他们的条件好多啊 要存多少多少的钱 呃本来说OK到时候又出了情况 要这么多的condition 很难meet 但是没错 但是GMCC的很多的top producer 我听他们讲话就是 有29个unit他也帮他带到了 purchase本来在银行碰壁的 哎他也能够帮他做得好 哎为什么贵公司有这么special的talent呀 可以可以谢谢谢谢谢谢您 我可以分两个讲 既然在我们工程的top 都做得非常好 帮到很多好的消费者 但最近我还蛮多别的公司的 他们一些比较小的公司嘛 他那个江波龙就不太好 他说Jumbo 我很多包罗江波龙 跑到瑞加战克什么 30年2.5 2.6 我说你可以到我们公司看看啊 他唱讲我问号 他说哇塞 你们公司2.5 2.6 所以我们讲的no point啊或者AP 都可以做30年 具体看的当payment什么 他说哇原来就跟RTF一样好 那当然了信用风俗高范围长 这个非常好 所以说我们公司最近蛮多的贷款工资 被共加盟我们这个好 那这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们公司不是一个 我们叫for-fledged most banks 我们弄的不仅是 哎呀你说小弄agency 是在卖给FeddingMask 大众都可以underride 从20万到500万 都可以in-house underwriting 然后我们也会卖给大的Bank 更加重要我们会卖给很多 很多investment bank 所以这样的话就非常好 而且我讲到一定的利息也好 肯定要利息也好 叫做你的信用风是800分啊 怎么样 利息也好 利息也好嘛 第一点 但是我讲的就像您指出的 很多情况都说 哎呀我没800分啊 我觉得700还是700 哎我们也去做啊 而且利息非常接近800分 这也非常不容易嘛 如果你是信用风是740 或者720 假如20% 跟所谓的什么800分的人 也只相当0点一样 或者甚至almost 10 他们大家都很高兴嘛 这是第二点的利息哈 第三点我觉得 Program要多嘛 毕竟不是每个人来说 我买一个孔子 200万他就可以上个30% 40% 大银行要求会比较多一些哈 我们公司很多情况下 哎 第一个 你放10% 没有某个英雄 这个大到200万 哇哦 听起来是mission impossible 对啊 对啊 而且刚才讲的 我们的杆栏就比较松 我们很多special program 可以用A-E-E的杆栏 来做 来做江湖 这个其实 我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那个江湖有点像 危机分的感觉 我们现在就当初 你说中学生 就用我们公司的Program 中学生就可以做危机分了 哈哈 你就不要搞那么复杂 把头发都做掉了 不管在场 或者相费啥也要做 他说有的团队说 见得了 如果说一般做江湖 我跑到一个半天去做 哎呀 把家里 我床底下都弯起来 用很多半天们啊 抛了半天嘛 就夸张了 我真的是一直搞了很多 配合我说都疯掉 所以说 像我们这边就没有那么复杂 我们有的最好的情况 很多 20%上200个 假如说 甚至只要三个月的reserve 那么如果是小一百万的 甚至reserve都可以不要 当然要论一下DLP 我讲的是江湖龙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 Program真的非常多 哦 我觉得很有意思跟你说 我们这个 我们公司这个Program 17%上300万 很多人说 哎呀这个不大 这个一般很少 I guess what 我们生第二个 一个Long Offer就做成了 哦 他买的是330万的房子 17%上 他说2.8、2.9具体 哇 穿众化的客户笑死了 哦 那他的利益 APR3个%左右啊 他说 No MI啊 No MI啊 这1%大 其实呢 这个很兴趣 这个消费者其实是有钱的 但是你知道我们最近股票涨得很厉害 他不舍不得拿出来 他是NV的 哦 股票从什么700块涨到6700 最近又Street了 190什么 他舍不得拿出来啊 对对对对 舍不得 这个所以他非常感谢我们在那个 增加那个Long Offer 当然1区也可以了 然后整个家族我们都 都可以这样子帮大家做到 所以说我据说 这位公司来讲 当然一起肯定好了 你说 Rail Bank 2.8、2.6 我们也可以比啊 也可以帮忙看一下 因为你欢迎 不管简单复杂 第一个 到我们金市网通贷款来 到我们450多位的贷款公司来 咨询一下 或者你说 我是10%上位也可以啊 200%的MI 说10%赚 300万 或者有人说 哎呀 现在我最近房价涨厉害 他跑到什么 Astern啊 或者Loss Atold 20%上 23%上 他就可以买到500万代款 都可以 而且利息非常好 再说明一下 这个利息非常非常好 具体还在找我们公司 自导之国 顾问咨询一下 当然他可以到我们的 公司的网上 GNCCLong.com去看一下嘛 哦 还有我稍微还在提一下 很多人小房子换房子 我们公司一直有在做嘛 Covid 19之前 他说小房子换大房子 很多情况下 他用Departure rental 用原来的 Renture income来 Qualify 让很多情况 你跑到Loss Atold 他说不行 你要么一定要两年 Lennon Hustle 甚至有的银行说 你要提供100万的存款 我想拜托你啊 你买新房子 300万房子 你放了30% 再那个100万 Departure就很辛苦了 当然了 如果大家股票做得好 有可能就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吗 哎 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用Departure rental 不需要两年的Lennon Hustle 就可以帮助Qualify 那还有一个情况下 很多人他说 你知道这湾区的房子 这么贵 原来的小房子100多 租金就4千 肯定不够看完嘛 所以说 它的DTR就太糟了 那我们一个 特别的叫Buy without sell 你就说 你要写婚信 你说我准备90个 把这房子准备Listing掉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排除 原来的房子DTR 你等于帮助大家 本来是要把房子卖掉 才去买嘛 那你知道 先 sell 以后再买 那这个房子就不见了 难道怎么办 但是这个房子 你说没地方住 你叫人家帮这汤住 这太辛苦了嘛 来 所以说这个扑格 你把大房子拿下来 再回过来 把小房子卖掉 这样我觉得其实帮助大家 作为我们想一个Direct Line 就是帮助大家 不管是 第一次买房子 小房放大房子 facility给你 而且利息非常好 所以说 一定有机会的话 行为大家服务 对 好 那刚才提到的15个percent 可以up to 300万的贷款额 这种需要P 要MI的吗 要Mortgage减收 没有Mortgage减收 我再强调一下 这个都 我们现在这些讲不合本里面 这个还不需要Mortgage减收 因为大家知道 有Mortgage减收 你可以加个零点 我觉得很多钱嘛 就是没有Mortgage减收 去去看你的信用分数 假如7607 这可能要差不多 740 760 去看你信用分数 当然还是 现在差收入 不好意思 这个讲清楚 这些这么低的利息 我等一下可以讲一下 所谓的9QM 但这查说的情况 这个是没有Mortgage减收 就真的非常好 差不多利息就靠近3左右的APR 具体来看 30年了 7年了 可能具体还跟我们贷款公文咨询一下 嗯 这么多很友善的这些program都以前都没有听到的 那么就是说这么多的program当然是对消费者有好处 就是可以适合在你们450多位的loan consultant里面都可以找到你们这个保库里面这么多不同的variety of program可以来针对到这一个某一个消费者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消费者都是这么简单的就是卖了再买然后他的薪水足够qualify 每个人都有很多这个那个很多的这个小小的难题 你们都碰到过 都可以找出一条 没错 和一个program来帮助到他们 这真是难的 对 我现在你讲的非常好 现在我现在强调一下 我们当然我们还在深造跟人家 如果loan office有兴趣啊 换个portual,客户 我也欢迎加入我们的open house 每个礼拜三 2点钟回去open house 听一下 当然你要RCP到6509961982 哎呦,你这个号码讲的真是清楚,650-996-1982,每个礼拜三下午2点是virtual的open house 没错,当然你可以发email的info,info,info,atgmcc.com,就是DIEMS,我们需要来个license 我提到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还是像我们的一些电视interview啊,你的节目里面就这份要紧,他们讲到重要一点 这是teamwork,就是说,Long Office在前面提供一接一的服务,但是最后我们后面整个in-houseprocessing and writing,而且我们也很强的production team 如果有问题的话,会帮助Long Office,processing,大家structure deal,怎么找到,因为我们真的有一百多invest program 这么多program,你怎么去match,也不容易了,现在为止还是没有AI,将来也许会AI,我们可以考虑在development 不过现在还是需要很多知识到整个公司的back-end,onjour-office找到最hit 那这样,这就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Champ,在外面觉得很difficult,到你们的公司为什麽就被simple弄了? 因为我说我们公司的program,你match,本来难得了就不容易简单了嘛 举个例子嘛,人家说10%到,他猜猜做,第二个人又搞不定,然后又有问题,你说H1 visa也不行,猜猜,就有很多问题 那你说,哎,我们一个program就是可以,10%到,H1 visa也没问题,并不要求要green card这些的,你10%到200万 而且reserve又非常lose,就是说你只要弄DLP,6个月reserve,10%到,6个月reserve就非常好嘛,到200万的话 而且我想他的trainan requirement又比较松一些,甚至他很多朋友,他说他去一个房子rental jumbo,他本来4点几的 结果到我们,他说,你这么贵,怎么会30年你说,出租物理怎么会四点几呢? 他说,这要坚持,我知道啊,因为我有8个rental,他就说,哦,原来一般的造贷,investment,一般能做4个嘛 我们公司做了4个,investment,而且利息非常好 所以说,我想这些东西的话呢,我们公司的backline,一个team,帮助大家最快,最好的速度做下来,而且利息要非常好嘛,这个很重要 好,今天访问的嘉宾是GMCC万通贷款的James Jean 现在进一段广告,继续听一些重要的讯息,由James来告诉我们 听众朋友,不要走开 自身贷款顾问帐码,推荐优质贷款项目,把握历史低点,锁定最佳利率 UC Davis内科教授兼心脏科医师范大利,专门解读不同情况下,戴口罩的建议和指导 独家冠名赞助GMCC万通贷款James Jean,介绍贷款市场最新变化,帮助客人灵活省钱 8月7号8号周六日两晚,黄金时段7点半,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仓胜第三方仓库,相比Amazon仓库更加自由和低成本,全年入库 无限制,操作大件更便宜,更能支持客户做SFP业务,助力客户实现全美二日达 网站shipsage.com,shipsage.com,查询请致电408-290-9200,分机109,408-290-9200,分机109 您想在湾区找到最合适居住的新屋吗?湾区新屋专家曾庆安,Stanley曾,专精新房市场,曾经与各大建商合作20年,不但熟悉湾区所有新房,还追踪到各地即将推出的新屋计划,可让您在第一阶段即可买到价钱最低的全新华屋,请速来电查询408-777-8900,请找曾庆安,Stanley曾,408-777-8900, 在美国,平均每年有超过80万的人有心脏疾病,或是不幸患了癌症、中风等重大疾病 没有购买重大疾病保险,对很多承受病痛中的家庭来说,在经济与身心上都扛着极重的负担,苦不堪言 别让自己成为亲人的包袱 最专业的范语集团888-831-8868 王龙梅会计师税务所专精各种税务查证,集合税务规划,海外资产申报等各类税务问题 二十多年专业经验,为民省税 电话408-998-1688,或往直oneaccumacy.com 细古华人电台各项节目,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YouTube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 Media或是细古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规谷销售冠军德利洋地产请勤奉上 96Heather Drive Asiton,复利庄园,尊享奢华人生 八房八全域四半域,一万四千七百平方尺 占地四万两千六百平方尺 要价一千三百五十万 三二七Stockbridge Avenue Asiton 1.3英亩奢华隐秘极致空间 五房六全域二半域,八千五百平方尺 要价一千三百万 详情请致电德利洋 650-785-5822 650-785-5822 GMCC万通贷款 加州最具规模华人Direct Lander 专金大额贷款 In-house直接审核 直接放款 请速洽GMCC万通贷款顾问 官网GMCCloan.com 贷款找万通 快速省钱万事通 听着朋友欢迎回来 再度欢迎GMCC的James Jean James,我刚才听在上半段 您讲的这些种种 我都觉得 是不是现在的贷款的环境 已经这么这么的 清明 好像以前要求很严格的 现在都经过你们的公司 所接洽的这个investor 可以把这些困难 划于无形之中 是这样子吗? 还是大环境改变了? 这怎么回事? 我这边可能两个都有关系 我觉得整个大环境 Covid 去年的话真的是很吓人 我想整个市场 叫泰克这些嘛 那去年江湖部的Agency 那整个大环境 我觉得有liquid 但是话我也必须讲一点 现在没有做什么0% down 那个案 这是不允许的 以前那个stuffline 真的这个是不行的 这边我们一般来说 贷款来说 10 to 20% 还是要求的 这样我就也负责任务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觉得我们公司 跟Warsky非常close 因为我觉得在湾区的公司来讲 很unique 我们这边有这么多 high-tech borrow 相对来说湾区的消费者 Borrow的话 Buy都非常savvy 都有好几个rental 他们就说 华尔街有钱了 他们说 我们可以work out deal 如果你production多的话 我们公司还production相当多 地举个例子 我再讲一下 就是说前阵子 大家都知道吗 很有名这个7% 所谓的lender 卖弄给agency loan了 特别是你要卖rental second home给fannie妹的话 就7% 那你想你再怎么折腾 很多国家说 我也100个horsky了 我说你1000个也没用 为什么 这个所谓的horsky了 都是卖帖在里面 一回事嘛 但是买了 一碰到7%就卡住了 就卡住了 那我们公司为什么 他们很多说 为什么你们公司 假如我们说个举个例子 一般钱的是75% 我讲一遍 70万的房子 他很多的 官军真是太聪明了 他说一个小房子 买了三块面都 但是买了夫妻 他怎么样 弄阿玛不大了 他说涨到70万 他说不是 一般人都会去带个64% 他说我要最多的 75% 52万5% 52万不到 但这个情况 一般的预期 非常高啊 原来呢 你这礼拜之前 差不多要high three OK 那现在可能没有 但上我们公司来讲 为什么非常low three呢 我讲的是no point APR 怎么都可以好 但是我想讲一点 这个为什么 你区别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这个东西其实是 直接我们underline以后 我们Secretary说卖给 Wolf市区的hedge fund 利益 大家都知道 他可能都听说过 我们hedge fund 利益 就是他们是不售 他这个东西是自己portfolio 最后 大家可能听说你们有些 推薦基金啊 他就放在里面嘛 帮帮的嘛 所以这个是不售 这样的话呢 我们公司为什么 你会觉得 哇我们这个lent 利息就特别低 当然我们公司 你要agency啊 primary house 就是我想经商们都讲到嘛 你要15年 什么APR 1.99啊 或者low point 1.87 APR 1.9 都可以了 这个都是 我说owner could buy 这些都好商量 也欢迎大家 咨询一些很低 5年 7年什么 但是我想这个lent 你做这么低就很不容易嘛 对 这就是问题 我们可以直接卖给 我们直接卖给那种 Secretary就是说 他就放那些利息 这样的话 真的真的利息 会非常就帮助大家 因为就很清明了 这个例子 哇 跳下版的7.15 很多大家知道 如果一般来说 你跳下到60 还可以到7.15 就很 利息就很高 那特别是过了那个 在贾勒报 已经这个announce 在一年出来 第二天 像变迁的感觉 他们都不能看 当时就是 几个礼拜之前 哇 这完全 那现在都好一些了 整个 我跟来说 但是我们公司这个lent 购管就非常非常好 其实我还可以 举个例子 嗯 最近我们有个 有些朋友他们打电话给我 或者微信 或者社交媒体在问了 他们说他们想买的 哦 对不起 我补充说明一下 我们最近有个非常好的program 社交媒体的价格 讲过 叫做200万的房子 200万的房子 你去放个社交媒体的价格 5年差不多2.25左右 那个 就2.29的APR 就非常低了哈 社交媒体的价格 当然你要查收的很多要求哈 这就今天的利息 那么他以为这个很低嘛 但是我听说他说现在 我不要放社交媒体的价格 他说我就放社交媒体的价格 哎 你们可不可以 我们说我们公司可以做 emacement当然你放社交媒体的价格 会利息好一点 社交媒体的价格最好 20%上也可以做emacement 那就1.25就是100万的浪漫 好这是第一点哈 但是他说现在这个还可以啦 但是我们这个 哦这是一个realter打电话过来问的嘛 嗯 他说等一下 他说先等一下 我再问一问 他说我们这是四个优年 四个优年 嗯 20%上 而且投资物业 一般他说我就问过很多land 很多blog都不行啊 做不到 他说很多bank 做不到我们公司可以做 而且我们公司力下相当 非常好 20%上 再讲一遍 20%上 只有20%上 非常好 而且很多办法过来 我们公司来 觉得我们公司真的很强 因为他有个博客嘛 他打电话说 现在我看一下雷席 我说等一下 这个一定像20年前啊 还看雷席 哈哈哈 二十几年前 我们刚开始做的是这种雷席 雷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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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很高 算得不错哈 很简单 如果你asset很多 几百万asset 就大概一两百万 不用看implement啊 不用看tax 也可以做 或者你说 我有很多revenue 有很多revenue 他说 赚了半百万 然后他就说 他就是 报税以后嘛 就不多嘛 我们就75%来做 甚至很多dxdr 就是tax flow program 就不需要implement 也不需要看tax return 这些很多不同的program 都有 那么还有这些rent 刚才讲rent program 所以我们三个pricing engine 真的是帮助消费者 拿到增弃到最最competitive的内锋 所以说我想应该 所以就像您放的那个 我们那个commercial 就说各种大量找金费 就聪明省钱不落空嘛 对 快速省钱吧 又快又省钱又不落空 对 哇 ok 所以还好啊 这个industry 有像您这么敬业 这么会找investor 这么多的program 提供给你们的long consultant 难怪啊 如果大家心里要换跑道 在事业另创高峰 不要只喜欢在一个公司里面 拿w2的 请致电或者是发文字短讯 给jamsin 来参加他们每个礼拜三 下午2点钟的virtualopenhouse 电话号码是650-996-1982 650-996-1982 是否可以请jams介绍一下 在QM和nonQM这个管道中间的变化 可以的 这个讲得非常好 其实我们在openhouse里面 有一个弦奥飞海 真的还蛮聪明的 他说 我说我问你个简单 他说简单 我其实不想取名 我很懂的 我说ok 那你很懂 他真的做了蛮多久 他很懂是aging saloon 我们随便讲个例子 大家可能听说 以前有的时候 他说一年的报税记录 就可以来做 但是我在想 这是QM路很简单 这QM 等一下 aging saloon大家都知道 如果用BULP Fenim Fenim 做出来 就可以一年报税记录 但是问题是湾区很少坑风铭 对不对 那就是江波龙 他买个200的房子 假如说 他19年比较差些收入 20年就很好 而在江波的话 用一年报税记录就非常少 很多人都说不查收入 什么费用 什么费用 他最后做了一塌糊 为什么力气很高 他做个四点几 还有一个碰 真的不行 到我们公司来讲的话 你这个 一个就是9QM 你讲得很好 9QM里面 一个专门投税记录 就是一年的报税记录 就是不看 那就是如果规定 我们年纪和孩子 就是一年 但是说 等一下 他这个力气是9QM 大家可能知道 不是QM 他这个力气就稍微要高一些 所以我们还想一下 我们公司一个特别的计划 特别的计划 就是他将过 你只要论DLP出来 也可以用一年的报税记录做 那就很强了 那个力气基本上 就跟QM的一样 所以说 我觉得我们 我们在这个Landing 我们非常羡慕 就是一直不清的学习 整个公司也在不太学习 農奥费学习 这样才有机会 跟上整个时代潮流 为我们消费者提供最好的计划 这个已经不是像0.125了 你这个整个力气 可以整个1% 哇塞 因为你想 你去做什么不达车 可能就4.5% 一个坡 那你做的达车就3% 或者3%左右 你就没有坡 又没套 这个就省了很多 我说这样的话 所以说我跟我们大唐工一直讲 任何一个行业 隔行路隔山 你就focus很低分 你专业、专丁 做Landing 有这么多博物馆 这么好的利息 提供我们消费者 就是focus 一定要focus 做一行 就是经验、专业、专丁 所以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样的话 你才有机会 为我们消费者 更正提供最好的 贷款计划 对 好 一般的消费者 都在想说 哇 现在利息这么低 都听到有1.99的了 哎呀 那我再等等 会不会再低下来 哎 那那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 如果您自己是要重贷的人 自己是要purchase的人 也是要找到最低的利息 这无可厚非啦 可是这么低的这个环境啊 那你看这个联储局已经说了 哎哎我昨天在一个 嗯 这个新闻里面啊 我就报告了 我就说9月份 呃是说维持利率不变的百分之百 要增加0.25%的百分之零 好 11月份 结果也是这样 12月份也是这样 就等于是2021年 就是不会动利率 哎 那这个利率 到底为什么能够维持这么低 现在的inflation又这么高 那像明天又报南方payroll unemployment 难道您对这个消息不敏感吗 还是说不管你怎么样来 我总是会有一招把它打回去 你讲的非常好 你讲的非常好 我想谁也没有Christophe Wall 或者你说这市场 前阵子觉得利息会涨上去 最近回来 因为Delta Value 比较高 这一个原因 但是您讲的非常对一点 其实如果您是贷款利息 讲的抱歉 15年你要高于2.5%真的要做了 你说15年如果APM conforming我们讲嘛 或者你说到2.5%也省个0.5% 很多钱可以上了 no cost loan的话 30年如果高于3%的话就要做嘛 你说到小一三 整个call的整个0.5% 我想今天差不多 这个市场就到了 nobody knows 但是你想 如果你一些能够做no cost loan 整个0.5%0.5%真的很好 所以我跟很多人讲过 你16年大于2.5% 30年大于3% 那最近因为是一个GAP拿到0.5% 拿掉以后 那么最近一些 就是说 你讲的那些data出来 说不是最快recover啊 而且讲的通货本上说没有 其实真的 FED可能一方面是在 对我觉得安慰大家的 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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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我觉得大家可能到Hospital去买 以前买个100多块 你现在出门没有300、400块 真的不行 你的便当从10块都变20块了 对啊 还有哦 今天我看到我的朋友在中半岛 他发了一个照片给我看 他在买面包 一个什么芋头面包 一个要卖3块钱呢 呵呵 3块钱呢 3块多就够了 这通货本真的了 所以说我在想 我们做一个Direct Lending Direct Lending Deeping Lending的话 就是说如果你 那当然你利息低 我们把你剩下了 另外一个其实很多人 如果做投资啊 Rental Cashout 出来帮忙做啊 或者想办法放档子 其实这抵御Inflation 就是你真的 Pay off mortgage 完全不能提起的 不行不行 那你真的在买房 你要么 你知道了 你放一部分到股票啊 就一部分在房地上投资嘛 我们不鼓励 你就crazy啊 什么的 但是你旅人如果投资 真的还是需要的 不然的话 我们以前看到 世界辈子文章 一个年他说 看了20年房市 天天说房子强 你的脚步踩进去 你唯一能够做就是房子归 这个不是 你还得 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找我们GP贷款嘛 GP帮你payment下来就行 这样的话 我相对来说 比较holdable 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的 对 的确是 的确是 所以说朋友 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们 所以GMCC 现在除了在北加 有六家分行是吧 六家 好 然后在南湾 南湾也有 二湾也有 现在马上在San Diego 也要开分行了 9月份 9月份 哦就是下个月了 OK 下个月 我们刚刚回来 从San Diego刚回来 我们二湾也在扩展 然后 因为我们公司的江湖 不管是什么 不仅是利息地 关系很全 什么样的情况 都可以帮助大家 所以说有机会 消费者找我们公司 找GNCTLN.com 也联系我们 四大五十多位贷款 专业专专专专的顾问号 是 当然了有兴趣的贷款公司 放跑道啊 或者不管 不管是有些没经验 有个学习的心 对 韩国人 可以加入我们 看看Open House 一带三 先了解一下 嗯 麻烦你 转信到 650-996-1982 好的 那不管是loan consultant 或者是做back-end support 这些人士 都是非常重要的 只要做得好 也不必说有太多的经验 只要有心要学习 并且自己的这种气氛和个性 可以跟GMCC的文化相吻合 能干 永远虚心求教 然后乐于帮助别人 愿意学习就可以了 好的 非常高兴 谢谢大家 谢谢 好的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下面的访谈 自身贷款顾问 推荐优质贷款项目 把握历史低点 锁定最佳利率 UC Davis 内科教授兼心脏科医师范大利 专门解读不同情况下 戴口罩的建议和指导 独家冠名赞助GMCC万通贷款 James Jean 介绍贷款市场最新变化 帮助客人灵活省钱 8月7号8号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7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Max Real 帮您早日搬进温馨的家 让您卖房经历轻松愉快 为您提供全面的高质量地产服务 团队作电快速到日 Yes Max Real Helen Ho 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他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 做财务规划 Helen Ho 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 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诈谈详情 户女博士算对了 贷款利息又降了 屋主自助confirming loan 30年固定2.625 20年固定2.375 15年固定2.125 Super Confirming 30年固定2.75 15年固定2.125 Super Jumbo Loan 30年固定2.875 7年RM2.5 绝对省钱 无任何隐含费用 精算子算的妙 贷款做的快又好 省钱省心梦里笑 请速电510-353-0855 510-353-0855 或Ginger Loan Bokam查询 仓盛电商 仓储服务 提供一键代发FBA 退仓换标 FBA转运 为Fair自提业务 现在在美国东岸 中部西部 建有30万英尺 标准化仓库 网站 shipsage.com S-H-I-P-S-A-G-E 好消息 大额贷款ARM利率Special 自住房7年ARM最低2.5 5年ARM2.375 无费用 有兴趣请速电张力 408-315-9470 或微切张力ID L11-13591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我是周乐 今天呢 我们来一个访问Liang 并且Liang她带的 她的一位朋友 现在也可以说 是她的客户 也是以前的同事 身份非常非常的多重 哎 居然这位女士Jesse Wu 也是我认识的一个人 哦 可见的这个善的循环 真的是太好了 那我们希望借着 今天的广播 也给听众朋友 带来一些正面的思考 因为这个pandemic 让很多人在各个方面 都有重新思考 这个思考就是对的 但是一定要执行下去 现在首先让我们来介绍 我们的老朋友 Frenet的华人市场部的代表 她的名字叫做Liang Li你好 嗨周乐 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我的嘉宾 Jesse Wu 来到这个节目 跟大家分享她在创业方面的经验跟过程 Jesse呢跟我认识很多年了 我们在同一家公司里面上班 十年的同事 哇 那后来呢我先自己出来创业 嗯 那创业之后呢就是做franchise business 后来我也介绍了Jesse做了franchise business 嗯 那就跟很多我的客户一样 我帮他们开了一闪门之后呢 就开了更多的门 像Jesse呢除了是一个business owner之外呢 现在她也是网红教练 哦 对她是网红的健身教练 所以呢就让大家听一下 是不是适合你可以改变一下思维 我们不一定是说一生奉献为公司上班 嗯 所以有些人呢不一定是说我在打工二十年三十年都是为一家公司在奉献 假如你经济基础有的话呢你可以考虑出来创业啊 像Jesse一样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我自己本身也是一样的经验 我出来创业之后呢真的我现在就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嗯 所以呢很高兴请到啊 Jesse来节目跟我们分享她自己的经验 OK 谢谢Liang的介绍 后Jesse 所以你跟Liang是十年的同事的关系 对 然后您知道她是在FriendNet 同时在那个时候那个Jesse 你也想要找一个自己的生意自己来做 对差不多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跟Li是很好的同事 然后她突然跟我说她要辞职了 我就把她抓进来 我说为什么为什么辞职了 你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工作了吗 好她才跟我分享说她之前做了什么 然后说那你要把你的秘籍全部都告诉我 因为我也想要离开公司做些自己的事情 其实我一直很想要有自己的事已经想很久了 最主要的第一个呢 我为什么想要有自己的business 我以前上班就是用时间换薪水 所以我一天在公司十几个小时 那没有错我拿到薪水回家 可是我真的没有时间 享受我的Family Life 没有办法看我的孩子长大 没有办法加入他们一些很重要的人生的里程备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说我有一天可以用我自己的时间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陪伴我的家 可以面临坚固 对 所以当Li她有自己做创业的时候 我就马上眼睛一亮 我就想说要跟她学习更多 然后另外呢 我会想说我的工作是没有办法一直做到老的 我是真的是很努力很拼的 按照这样拼下去我大概还没办法养老 就先挂了 所以听起来工作的速度是很快压力也蛮大的 对我想矽谷大家每一个工作的人大概都是这样 大概都是这样 对那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没有办法用这个工作到养老 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有个其他的option 可以来让我 创造失业的第二春 对对 那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宁愿趁我现在年轻的时候 很努力很努力多拼几年 然后之后我就可以慢慢step down 然后开始轻松下来 然后慢慢做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这是恰应要有这种model的话 在公司上班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的 所以我才想说只有做生意自己做个business 才有办法达到我这个目标 时间有弹性 对 并且你可以发挥的空间更大 就像利益说 你开了一个生意 你带了你进了门 还有很多很多事情 比如说你现在做网红的教练 都是当初maybe没有想到的 完全正确真的是 当然我们有很多的害怕 因为我们要离开我们的 comfort zone 因为我们在公司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可能都已经很稳定了 要离开这个步骤去一个新的创业 的确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那所以就是说我很庆幸是所认识利 因为利在帮我做这个business的时候 帮我做了一些很好的规划 这样我觉得 哪一方面的规划 金钱management的规划吗 人事布局等等吗 利说好了 我们家跟我先生家都完全是没有从商的人 OK 我们都是白领阶级的 所以想要自己做生意 一直想 但是从来不觉得我们可以自己做生意 我们也没这个头脑 那所以呢 那时候利就说 那我先帮你跟先生做一个评估 对 来评估看看你跟你先生是不是适合做生意 然后那时候呢 这个评估是要分开做的 就是不能过先 他做他的 你做你的 所以我们两个呢就各自做了 做了之后呢 然后就交给莉莉拿去分析 他分析之后 他说你们两个其实都有办法可以做生意 只不过你们都是属于保守型的生意人 你们没有办法做那种aggressive 那我觉得是没有错 然后所以他就说 我说那下一步是什么呢 评估与利是真相 评估第一步没问题了 那下一步呢 然后下一步呢 是经济的评估 要看你大概能投入多少钱来做这个生意 我说那也可以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所有愿意放入 就是我们所有的 投资做生意的 对 然后把它全部放出来 然后交给莉 让莉再帮我们做一次评估 当然莉很好就跟我说那你想要做些什么 或是不想做什么 因为那时候是我长期的工作都有腰痠背痛的问题 所以我一直要去看那个chiropractor 要去看massage therapist 帮助我好一天两天 可是呢 第四天又开始了 所以呢 我就去做了第一次的Pilates 一做了Pilates 真的很舒服全身舒畅 所以呢我就跟莉讲说 我第一个呢是绝对不要做跟吃的有关的 所以跟餐厅有关的都不要 然后最好呢 是可以跟健康跟身体有关的 就是让我们可以比较健康一点的 好 对了 那结果莉那时候呢 就帮我们match了三个business的机会 那都是连锁店的机会 OK 对然后呢 这三个连锁店机会呢 他就说我按照你们的要求 我帮你准备了这三个 你们剩下自己做功课 每一家机会 你要自己去研究 看你喜不喜欢 所以那时候他给我的三个机会 我们都研究过了 那我觉得最喜欢也最适合我 就是我最需要的 就是这个coopilates 就是做Pilates 那我觉得 现在好流行啊 对我就是 刚刚好我正好需要 做了这个Pilates 可不可以知道立期他两家介绍的是什么 OK 他当时帮我介绍另一个是Tutor 要小朋友 对对 那但是我们自己开一个小小的店 是Link 就是把小朋友跟Tutor连在一起 所以呢 例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小朋友 需要什么样子的Tutor 然后我可能去Stanford 去UC Davis 帮他找适合他的教练 所以这是一个Tutor Center 那他的成本很小 因为基本上 只要一个小小的店 那我们主要是做Connection的东西 那成本很低 所以我一开始最想要做的是这个 但是后来呢 这个是需要很多的时间 然后呢 要需要很多的Connection 那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完全没有这个Connection 对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一个 Home Improvement 对 那那个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研究 那我先生是很喜欢的 因为我新称是房地产的Real Estate Agent 他是Bolker 对 那所以他对他觉得他很有兴趣 他去研究很多 但是那时候呢 其实机会很好 是加州呢 还没有总代理 就是我们北加州没总代理的 所以呢 他是想直接从北加州的总代理 但是唯一的要求 就是说加州的规定 你如果要做这个Home Improvement的话 你自己要有Contractor License Contractor的License 所以加州这边的条例就很多 对 都是要License 都要License 这个License 只能做这个 你要做另外的 还要再去念书 再去考License 对 所以呢就像我 一向来都跟听众分析的就是说 最重要的就是选择到适合你的生意 真的外面有零零种种 有时呢你看到 哎这个某某某做这个生意做的很好 哎我也想去做 然后那个做的好我想去做 但是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你看别人做的好的呢 未必一定就适合你 还是要评估 对还是要评估 或者你自己做的好的未必也适合别人 也不要说一窝蜂去做 哎大家都去开珍珠奶茶店啊 啊开什么咖啡店啊 不一定真的要选到你喜欢的 你要做长期下去的 对 所以杰西你觉得第一个测验 就是看你们的性向 是不是合作生意 这点你是pass了 然后李又介绍了三种 不一样的生意给你们 那现在等于是 你先生还在做房地产 但是他也帮你做的这个PLATI 对 哦 ok 什么时候开始进入PLATI的健身的生意 大概是五六年前左右 玩很早哦 嗯对 虽然我要做这个PLATI的生意 但是一开始 他绝对没有收入的嘛 嗯 所以我一定还是要靠着我原来的正式的工作 来有收入 然后同时经营这家生意 那要等他经营到差不多了之后 我才能真的离开工期 对 所以那个时候呢 在这些过程当中呢 PLATI真的帮助我很多 因为我的腰酸背痛的问题 全部是靠PLATI解决的 就消失了啊 对 因为其实很多呢 我们腰酸背痛 并不是工作伤害造成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姿势不正确 自己动得不好 我们常常窝着在那边打字 然后整天做的 我们没有站起来 对不对 但是其实我去做PLATI之后呢 我是做的时候才发现的 就是 其实为什么我们姿势不好 是因为我们身体的core muscle 就是核心肌肉不够强壮 因为核心肌肉不够强壮 就要靠你的腰力去支撑你的核心 所以就腰不好 那为什么肩膀痛 脖子痛 是因为我们的前面的这个pack muscle 胸肌不够强壮 所以我们的背就脱了 脖子就低了 因为我们的身体的肌肉不够强壮 所以我们自己身体会compensate 我们身体哪个比较弱的地方 那但是我做了PLATI之后呢 我的core muscle变强壮了 我的胸肌pack muscle变强壮了 自然而然我就可以把我的身体撑起来了 一旦一撑起来之后 所以腰酸背痛都没有了 好 另外的联络电话是650-660-7837 650-660-7837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 我们下面的 您还在为事业不能有更大的发展而烦恼吗 您想要自主创业成为老板吗 2021疫情环境下 有违就有机 您准备好抓住机遇了吗 连锁加盟顾问利恩 帮您分析当下环境中 创业优势政府扶持项目 打开成功致富的大门 每月都有线上讲座 聚焦不同优质加盟项目 咨询详情 请致电或转讯到650-660-7837 好消息 大额贷款ARM利率 Special 自住房七年ARM最低2.5 五年ARM2.375 无费用 有兴趣请速电张力408-315-9470 或微切张力ID L11-13591 房屋贷款利率的持续走低 让每一个Homeowner都有机会 申请到更低利率的贷款 Long On Time贷款公司 提供给您最快捷的方式 帮您了解市场利率走势 并及时提出申请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 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都会为您精心挑选 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自身贷款顾问John Ma 推荐优质贷款项目 把握历史低点 锁定最佳利率 UC Davis尼科教授兼心脏科医师范大利 专门解读不同情况下 戴口罩的建议和指导 独家冠名赞助GMCC 万通贷款James Jean 介绍贷款市场最新变化 帮助客人灵活省钱 8月7号8号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7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昌星珠宝 名表珠宝世家 飞升国际 百达北利 世代相传 由您开始 瑞士欧米加最新限量版名表 Nikimoto 珍珠 迎刃光泽 典雅高贵 Hearts on Fire 全世界车工 最完美钻石 光芒夺目 肖邦 宝基 宝博 宝格丽等顶级品牌汇聚 为至爱挑选最称星完美的比物 首选昌星珠宝 Centro City Westfield Valley Fair Mall 查询请致电 408-983-2688 资深贷款经济降码 经验丰富专业可靠 为您量身定制贷款方案 实现买无梦 降低利率 更加实现投资梦想 推出自住房超低重贷利率 54万8以下15年固定利率1.99APR 54万8-82万215年固定利率最低2.125 90万以上江波论5年ARM最低2.125APR 全部无任何费用 预约一对一咨询 请致电降码408-858-3198 408-858-3198 GMCC万通贷款加州最具规模华人Direct Lander 专金大额贷款in-house直接审核 直接放款 请速洽GMCC万通贷款顾问 官网GMCCLoan.com 贷款找万通快速省钱万事通 您知道吗 湾区房屋多数存在不同程度的白蚁问题 白蚁问题像是房屋的慢性疾病 长期忽略会使木制结构受损 产生惊人的修复费用 您是否正在买房 五年以上未做过白蚁检查 或者您在家中发现墓穴掉落 长城白蚁房制 为您提供专业可靠的白蚁检查 与治理服务 工人均已接种疫苗 让您放心安心 免费咨询电话 408-881-4646 408-881-4646 好不容易找到心仪的房子 房屋贷款可视关键 申请方便 利率优惠 快速成交 哪里有 这是Googain 我怎么能帮您 重新贷款或者买房贷款 当然找Googain 您还在为事业不能有更大的发展而烦恼吗 您想要自主创业成为老板吗 2021疫情环境下 有危就有机 您准备好抓住机遇了吗 连锁家门顾问Lean 帮您分析当下环境中创业优势 政府扶持项目 打开成功致富的大门 每月都有线上讲座 聚焦不同优质加盟项目 咨询详情 请致电或转讯到650-660-7837 650-660-7837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我是周乐 Jesse啊 当你决定要开这个Plati的健身院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对于Plati知道多少 真的不多 那那个时候你的恐惧是什么 或者说你的concern是什么 我那个时候呢 就真的知道做这个东西会对身体好的 那我觉得很多弯曲的人都需要这个东西 OK 是有demand的 对 可是你的目的就是又要人家身体好 同时也要有收入进来 才能够维持你的生意 那你多久做到的呢 我很谢谢我的先生 因为我在工作的这段时间 是他在帮我进行这个生意的 OK 所以呢 我可以完全白天在我的正职工作上班 晚上之后呢 来跟着他一起做一下我们店的生意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这样是拼了大概两三年之后 生意才慢慢开始稳定下来 OK 你接了这个生意 所以就已经有一些member 有一些教练在那里了 对 所以只要学习管理 嗯 啊 就可以了 然后再造成生意的蒸蒸日上 对 那但是真正开始做了之后才发现 其实Pilatis的教练很难找 因为大部分都是瑜伽教练 比较多 Pilatis教练很少 那就算有了教练之后呢 这些教练呢 常常last minute calling sick 我七点半的课 他六点说我不舒服不来了 嗯 那这个时候我就发现 我一定得要自己下去当教练才行 要不然的话我光靠这些教练 我很多课都开不了 对 所以我就决定自己学习当教练 嗯 其实呢 我真的是没有打算要离开我们的正职公司 因为我在公司关系很好 看得出来 对 然后老板同事 也很舍不得你 都很喜欢我 那我一直很挣扎 但是刚好在那个时候呢 我患了忧郁症 嗯 是重度忧郁症 嗯 对 那也 我公司真的很感激我的经历 那因为我一旦重度忧郁症之后 那公司马上就让我留置停薪 嗯 所以其实我是在家 休息了一年半之后 嗯 才重新出发 嗯 当然忧郁症这段时间 真的是完全没有体力去运动的 可能是改天的故事了 但是我也是靠着Pilatis 帮助我走过这段忧郁症 所以我才重新站出来 你自己self motivation也蛮强的 就像你说真的有depression 你连运动都不想运 对 可是你还是强迫自己 因为真的是为了孩子 因为我觉得 你也有一个伟大的先生 对 还有一个完美的家庭 对 那我就真的觉得为了我的家庭 如果继续这样子下去 我整个家都毁了 所以我觉得我一定 要走出来 所以我是靠着Pilatis 运动 一开始只一天出去 都不想出门的 强迫自己去一堂课 哎 做完运动50分钟 感觉很舒服 哦 是哦 心情变好一点了 慢慢慢慢这样走出来 所以为什么我这么热爱Pilatis 现在完全只提倡Pilatis 因为Pilatis 不只帮助我身体变健康了 它也帮助我的心理变健康了 所以你做了Pilatis的这个生意了以后 反而让你的身心健康了 没有错 哇 哇帮助太大了 也让我跟我先生的感情变好了 你坏手 不是说夫妻做同一个生意 会吵架吵架呢 一开始是这样子的 然后一两年每年吵 后来呢 我就真的发现这个生意呢 让我们发现我们彼此的长处 嗯 比如说我先生发现 诶 所有跟人际关系 customer service 跟教育的关系 都可以看你 就是靠我 因为我爱讲话 我爱笑啊 诶 所以他就发现我这方面很好 那可是呢 所有关钱的 诶 我就发现我老公好厉害哦 他好会把钱管得挑挑适道 什么该花 什么不花 所以从这时候 我就开始觉得 诶 我们开始欣赏到彼此的优点了 只是慢慢开心 是很配合的 对不对 这句话很重要 对 然后后来之后呢 每次要做个决定的时候 就开始吵架 因为我都是要顾虑我的教练 顾虑我的客人开不开心 我先生就是顾虑 钱赚的多不多 或被花很多成本 所以就开始吵吵吵 后来发现 诶 其实这是一件好事 因为最后我们都是在中间解决 所以呢 如果都是我顾到客人 我的教练 可能我们家 两年就倒了 如果都是靠我们家先生管成本 要高收入 诶 那时候客人教练都得罪光了 诶 反而我们两个 对不对 不能以自己的意识 为事最准确的 对 所以在中间呢 反而诶 客人开心了 收入也有了 对 所以Win-Win 所以那个时候是第一家 我还听说你又开了一家 对 然后又怎么样变成网红了呢 然后这个网红 对你的Pilati的课教室 有没有帮助 对 待会我们还要分享 他那个YouTube网红上的 那一个 因为Jesse在那边呢 我真的知道 他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呢 啊 录制了很多 在Pilati方面的运动 就在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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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search你 就直接search Jesse的有氧Pilatis Jesse是英文 J-E-S-S-I-E 哦 对对对 之后就中文 J-OK 好 J-Pilatis 它对对对我们 党中文啊 J-对我是鼓励听众 上去那边看它那个视频 真的对大家的健康呢 是很有帮助的 J-好 J-呀 真是很巧啊 J-所以说 J-你改变了你的职业的生涯 也让你变得更快乐 更健康 J-然后又开了第二家 J-你未来的规划 是怎么样的呢 J-我未来的规划就是 J-还是我希望要有更多的人 能了解皮拉提斯对他们的好处 好 更多的宣传 对 然后呢 我这一次回台湾了好几个月 是吗 对 我发现在台湾的健身的风气越来越旺盛了 可是大家都不太了解皮拉提斯 他们知道瑜伽 但是很少人知道皮拉提斯 所以经过这次台湾的旅程之后 我真的希望说以后我有机会 希望回台湾 让更多的国人了解到皮拉提斯的好处 我希望能在台湾开一家皮拉提斯的教室 好 那除了你跟李恩以前是同事的关系 我们就认为现在的听众朋友里面正在职场 那他们经过了pandemic 他们也有要创一个事业的第二春 你对他们有什么advice 怎么样来跟李来进行这个 要成立自己生意的process OK 我的第一个建议呢 就是要open mind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喜欢留在comfort zone 因为这是我熟悉的 我了解的 那我不知道我创业会怎么样 虽然我造创业可能有很多好处 可是就是不敢踏出那一步 所以呢 你一定要有一个open mind 就是相信说 和像我在我的youtube channel常常说的 只要你commit 只要你坚持 你一定会有结果的 你以前是一个commitment 是一个坚持的人吗 我以前不是 但是我训练我自己 变成是 good good ok 所以就跟李恩联络 经过评估 自己的经济实力总是要有一点的 有多的就往多的方面去着手 比较少的就可以从少的方面着手 那您觉得现在疫情 已经六月中就说要reopen了 所以您认为这个经济重启 对于要加盟 开加盟店的话 是一个好消息 是一个曙光吗 我觉得这是要看个人的决定 也要看每一种生意的形态来做决定 因为可能有一些生意 就是很适合在这个pennet当中做的 那可能有些生意不适合 所以那就真的需要透过专业的评估 因为像我们对生意是一无所知的 那一定需要知道像立这种专业 来帮我们分析 帮我们了解 哪一些生意可能是适合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刚刚您问的 我觉得既然我们已经是周年创业了 那我就想要做个是我喜欢的了 因为过去二三十年 我是为了把钱带回家 去做事的 那我都已经45 我今年都要50了 我当然希望我做一个生意是 我享受的 我喜欢的 可以帮助到别人的 非常高兴 结果呢 你迈出了这一步 帮助了你自己也帮助了别人 好 我们今天访问的旺红 是从Friendet的Lian这边开始的 他的Pilati 就是有一家在Saritoga Avenue那边 对 在Mizuwa的Shopping Mall里面 对 那第二家我不知道 第二家是在Saritoga 在Saritoga 在Big Basin Way 哦 很近的这两家 对 在Star Park隔壁 OK 好 那时间有限 我们请力来给我们做Wrap up 对 就跟各位听众 就做个总结 就说很多人在这个Pandemic里面呢 就很多新的思维 新的思考 是不是健康比较重要啊 还是现在更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 我是不是还要花20年30年时间 在为这个公司 做同样的事 同样的事情 一直在同样的地方打转 是不是想跳出这个框框里面 做一些不同的东西 像杰西呢 跳出这个框之外呢 就创造了更多的东西 所以呢 这可以思考一下的 那我这边呢 能够帮忙的 就是帮你们分析看 啊 适不适合做生意啊 或者哪一些项目适合你们 那当然也是有些人 不适合做生意啊 你有个明白的告诉他 对 我非常明白的 开门见商 因为说 这些没有项目适合你的 或者我不能够找到适合你的 因为我这边呢 也希望你们能够找到 适合你们的 开开心心的做下去 是 这是我们大家的宗旨 都要开开心心的生活 就要从有一个open mind的心 好 李安的联络电话是 650-660-7837 650-660-7837 好高兴认识你们两个快乐的人 李安 谢谢你 杰西吴 谢谢你 谢谢 好 祝你事业成功 我们下次再谈咯 好 拜拜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 我们下面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理查 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